评分高达9.0的动画 狐妖小红娘要拍成剧了 故事真的很好看 网传月红篇的主演是杨幂和龚军哦 女主涂山红红是涂山家主 法术最强的狐妖 幼年时因为误杀救命恩人小道士 而封闭内心 再也无法爱上任何人 男主东方月初是拥有特殊血脉的人类 不仅可以练成灭妖神火 纯智洋言 还能在离世时将全部灵力传承给下一代 因此成为交不争抢的猎物 涂山红红救了被追杀的东方月初 给他庇护之所 而月初则爱上了红红 甘愿做低等下人 为狐狸们洗衣做饭 后来金面火神攻入涂山 用纯智洋言重伤了红红 月初为了让火神分心 不惜暴露自己真实身份 引得一众道士追杀 生死之际 他抓住红红的手 捅破自己心口 舍身护住心上人 他在稳住红红的同时 将满含灵力的血液剁给他 激发出他巨大妖力 这才保住了涂山家族 红红对外宣布月初已死 被地里却将他救活 教他法术 月初不仅每天给红红送饭送菜 还用吸食过自己血液的水 连续给他洗手三个月 让他能彻底克服 纯智洋言 就这样相伴了整整十年 月初准备再栖息表白 却发现红红身藏的秘密 那个他永远无法释怀的救命恩人 月初难过流泪 但他坚信红红对死去的小道士 只是亏欠而不是爱 他决心帮助红红完成小道士的遗愿 让妖界和人界和平相处 于是月初离开涂山 历尽艰难 扬名立万 成为人间盟主 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想引出制造人界和妖界混乱 并嫁祸给涂山家的幕后黑胡 他拼尽一生 终于让红红解开心结 重新学会爱一个人 东方月初八十岁那年联手 涂山红红大战黑胡 临死前 他们在苦情树下结成在世序言之约 月初以眼球虚空之类为代价 而红红则用全部记忆和妖力为筹码 求得转世情缘 五百年后 呆蒙小狐妖 涂山苏苏和华头小道士 百月初的故事也很绝 娃娃会继续为大家讲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